大使 大使夫人 陈会长 陈会长夫人 各位小姐的先进 今天是中国民国102年元战 也是中华民国开国的102周年 我想我们如果近代史人都知道 生态革命和中国民国的开国 对我们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中国一向都是很贫穷 很保守 因为中国民国的成立 我们完全就改完了 我们国家一天一天不同 因此我说今天这个场合 不是属于哪个团队 不是属于蓝的 也不是属于绿的 也不是属于火灰 是属于我们全国全体中华民族 都应该纪念 只是珍贵的第一天 我们都知道 今天海湘两岸的人民 享受了中国中华民族 一国五千年以来 最繁荣 最新鎮的一个世代 我们今天都享受了这个成果 这个成果 有很多部分的原因 是从中华民国的开国以来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鼓励说 饮水要私远 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个成果 是来一来的 很大一部分 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 因此我今天这个 我本来不要讲话 我为了感动 我感觉非常骄傲 我们也希望 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民族 继续繁荣誓 这个 有我们中华民族啊 能够享受 更大的繁荣 更大的幸福 谢谢